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由四部集团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四部天使之魅冠名播出的 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感谢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找途牛 途牛旅游网提醒您 节目直播期间 打开途牛APP摇一摇 摇出百元红包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度特别赞助 在这里要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度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手机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具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途牛老师一对一的解答 使用微信摇电视 参与实时互动 并分享至朋友圈 具有机会获得十五大奖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来自百合网的首席咨询师 周小鹏 周老师 欢迎周老师 华谊嘉信的副总裁 曲伟 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青年演员 蓝希老师 欢迎蓝希 爱情导师 图磊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首先来认识今天的第一队 各位请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已经有人发生了背叛 这种背叛可以被原谅吗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赵 24岁来自河北 萧瘦 女嘉宾小李24岁 同样来自河北 一名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今天来这儿 是有什么困惑呢 我们两个从小就认识了 家里边人也都认识 家里边人都希望我们两个能在一起 大学到现在 我们已经谈恋爱有六年了 大学的时候 我们两个是异地恋 大学毕业之后 她就留在北京工作了 前两天她突然说 要从北京辞职回来 在家里边工作 当时我特别地高兴 因为家里边的人 也希望我们就马上结婚 可是没想到 突然有个女的给我打电话说 她已经跟她在一起一年了 你别听她瞎说好吗 我怎么就听她瞎说了 她把你俩的亲密合照都发给我了 我是受害者 我是被她逼的 你怎么就是受害者 我看你跟她的照片挺甜蜜 挺高兴的 如果她不威胁我 我也不会 如果你跟她没有事情 她拿什么威胁你 她说要顾卖我们这件关系 我不想让你知道这件事情受伤害 她说你把我给你所有的钱 你都花在那女人身上 你 你真的是太伤我了 继续怎么着也有七八万吧 你都把我这些钱都花在那女人身上 你说你在北京花销高 要学车 要五千块钱 说公司里边要买西装 不买不行 我原意我是想做这业 我是想学车 你总是有借口 你总是有理由 你还说要出去租房子住 就是为了给她租房子 好好好 我不是被她缠入啊 我 是高中谈恋爱还是大学谈的恋爱 高中毕业之后 大学在一所学校吗 不在 是异地恋 谁追的谁啊 是她追的你还是你追的 家里边的人都希望我们在一起 然后她就同意跟我在一起了 是因为家里的人希望你们在一起 你们就在一起 当时能跟她在一起 我特别高兴 因为从小的时候 我就觉得她特别优秀 等于你从小就暗恋她 是吧 后来你说她读大学的时候 你对她特别好 是吧 对 因为她做了一些什么呀 两人异地恋 是 她就冲我要钱 说让我给她冲话费什么的 一二百块钱 然后我二话没说都给她冲了 后来她会说 你知道我在北京那儿 我开校高 你总是有监控 你总是有理由 那北京花校多高啊 你是不是大学的时候 就已经跟那女人在一起了 我没有 我是大学毕业完之后 在跟她在一起的 那我怎么就 你别老扯到她的身上 我是被她缠住的 我没有大学的时候 跟她在一起 缠住的 缠住的 大学的时候 你就花人家钱是吗 因为大学的时候 我从小就花钱 大时候到家里够我钱 不够我用的 然后呢 我觉得我跟她谈恋 谈好几年了 我说就向她借钱 你等于大学的时候 姑娘就给她钱是吧 对 大学的时候 我就开始给她钱 那你那个钱是 家里给你的生活 为你省下来的呢 还是你 别人周六日都出去玩 我出去给人家做兼职 当促销员 有时候还给人家端盘子 我都是为了能多挣点钱 给她打过去 为了能多打点钱 我去给人家做发模 从高中开始留那么长的头发 三天给我头上染了七八个颜色 我头发从来都不烫不染的 我也很辛苦 就是为了给你多挣点钱 我剪掉那么长一大点的头发 我这不回来了吗 我这 我忍住那个女人了 我回来了这不是 我想跟你好好一起过日子 你回来是不是因为我的钱 是不是因为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你就捞不着我的钱了 我没有弄我物质好吗 你别把我 把事情想那么复杂 如果要不是那个女人 给我打电话 你是不是都不打算跟我说 我没有 你一直瞒着我是吗 我忍够她了 我知道我需要的是你这种女孩 这手痒的 我真的 我没办法控制我现在的心情 行行行 我也快控制不住了 我站你这边吧 来 你跟我说 那女人是怎么强迫你的 说呀 要不是那 你说 怎么回事 要不是喝醉酒 我也不想伤害她 行 跟谁喝醉酒伤害了谁 她总是跟一些男男女 出去玩闹 喝酒 你自己挣钱了吗 我有工作 你好好说话行吗 你个大男人都哭嘻嘞嘞嘞 在干什么呀 头抬起来 自己挣钱吗 挣 挣钱之后还花她的钱吗 我在北京花销高 那点钱根本就不够我用的 那别人是怎么够的呢 怎么你就不够呢 花了你多少钱 七八万是吧 刚才说 对 每个月都要寄是吧 对 我每个月一发工资 我就想起来给她打钱 怎么跟那女的在一起的呢 我也是被逼无奈 怎么被逼的 我当时就控制不住自己 她说她半夜可了 饿了 你跑三条街 给她买吃的买喝的 你什么时候这样对过我呀 我知道我也很对不起你 可我 六年 你给我买过一件礼物吗 我说从北京回来了吗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我知道我做错事情了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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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过生日 我自己给我自己买一件礼物 告诉父母说这是她给我买的 我生病跟她打电话 想让她回来看看我 但是她总是说她忙 她忙 你是怎么发现她 外面还有个女人的 就是有一天 她从北京回来 在家里边 然后我就去她家去找她 她当时正在洗手间 她手机就突然就响了 我就想把手机拿给她 但是她立马就冲过来 把我手机给抢走了 把我推到了沙发上 平时 平时我去北京去找她 她都不让 她说她要在外边租房子住 然后我就说 我去帮忙 给她收拾收拾家什么 因为她从来她都不会收拾家 然后她也来着说 她自己收拾就行 不让我去 房租谁付啊 我付 半年六千多 都你付啊 对 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她了 我甚至把我们准备结婚 装修房子的钱都给拿出来了 她以什么借口来要的呢 她有一次她说 她朋友出车祸了 跟我要两万块钱 还有一次说 公司里边要交什么保证金 要一万块钱 我不是没有办法吗 我当时想都没想 我想都没想 我都给她打过去了 你那钱拿去干嘛去了 说 我没有 你拿去干嘛去了吗 那女的威胁我 让我给她买东西 不买 她要公开 她威胁你 她怎么就威胁你了 你是不是给她买了一个包 一万块钱 她公开我们今天 关于盼力受伤害 一万块钱啊 那是我几个月的工资啊 我也不想这样 一万块钱的包 我想都不敢想 小姐 我问问你啊 怎么那么怕那女的 那女的是哪儿的 这些年了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个傻子也 你别哭 姑娘 你告诉我 你说吗 北京啊 干嘛呢 怎么认识的 问你呢 你得跟人坦白啊 就是那天 在酒吧跟朋友一起喝酒 然后就喝醉酒了 然后我也不想那样 谁知道那女的 她又讹着我了 如果你跟她没什么 你别说话 你别说话 怎么了 你说清楚吧 这个事儿跟大家 然后就跟她 在一起之后 她又向我要钱 我也很无奈 我也不想这样 你知道最后 她最后向我要车 我能满足她吗 如果她给你要的不是车呢 我没有 我忍她一年了 我把工作都辞了 我回来想找你 我知道 你现在回来就是为了我的钱 我就是你的存值 我没有 我没有这么物质 我知道 你从小就对我好 我知道 你是最爱我的 所以我才回来找你来了 她怎么威胁你 我也是卑鄙无奈 她又 她怎么逼你的 她又向我要钱 我 对啊 她拿什么讹你吗 就那天晚上 跟她在一起之后 她又向我要钱 我 我 我说不给她 她又要公开我们之间关系 我 我怕她知道 我不想让她受伤害 我当时就埋怨她 就给她钱了 你还是喜欢那个女人 我 我这不回来了吗 我现在我不喜欢她了 你站到那儿跟人说个对不起 去 我不想看见你 我 我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做了让你对不起你的事 可是我现在回来了 我想让你原谅我 是我错了 是我不成熟 我没办法原谅你 我现在看见你就 都能想到你和那女人在一起 我把她给打了 你知道吗 她就是骗了我 我知道我错了 好好好 来你回来吧 你这个说谎专家呀 她骗了你什么了 她又一直向我要钱 对吗 她凭什么来向你要钱吗 你说我花心 我喜欢上一姑娘 我追求这姑娘 我知道我错了 我不爱这姑娘也行 然后说 这姑娘是只狼 她问我要钱 她威胁我我 你又 我也不 姑娘 你是还想跟她好吗 我现在不想看见她 我知道是我错了 大学毕业之后 我也想好好工作 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想跟你想要的幸福 我难道我不是这样想的吗 可是你呢 你都做了什么 我知道我错了 一切都被那个女人给毁了 咱们一起好好过日子好吗 我知道我错了 咱们不要 你不要再听她说的话好吗 她说的都不是真的 她又想破坏咱们之间关系的 好啊 那个女东西跟你说了一些什么呀 她跟我说 她跟我在一起 只是为了应付家里面的人而已 还说 她生 那个女的生病了 她可以在旁边一直照顾她 一步都不离 说给她洗衣服 洗脚 言听计从的 你为我做过什么呀 我知道我以前没有 没有好好照顾过你 我知道是我错了 那姑娘是把你蹬了 你又回头找她 你今天说句实话没关系 是人家那女孩不要你了 还是 你为什么打那女孩啊 是我 我实在忍受不了 我跟她在一起 我 今天我才发现 我喜欢的是你 行了 姑娘 听听咱们老师怎么说好不好 来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真是不光生气 我特别 我特别心痛 刚才编导跟我说 非常的可气 我在想 年龄还小 总值得有原谅的地方 我一开始真的不愿意相信 这是真的 你自己不会挣钱吗 没钱花不会脚架里要吗 她的钱打水漂来的吗 真的太扯了 我只想说真的是够了 我没什么跟你说的 女孩 听好了 你是她女朋友 你不是她妈 你为什么这么多年 要无悦无悔地养着她 你欠她的吗 就因为你们在一个大院里长大吗 我参加过那么多的节目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激动 我一直在忍着 我真的受不了了 走吧女孩 你还有多少个六年 要浪费在她手上 女孩 我也知道 从为女人 当我所爱的男人 我可能从小到大 所暗恋的那个男人 终于能够 我跟她走在一起的时候 我会无比地对她好 因为我知道 我配不上她 我只能用我的好去留住她 但是你要记着 你有可能爱的一个人 她并不是真正一个 那么好 那么伟岸的人 她所有的道歉 她所有的悔改 我特别害怕你动心了 因为她每说一句对不起的时候 你就会难过了落泪 我就在想 会不会你已经心里软了 就觉得说好吧 我原谅她了 因为她都已经悔过了 但是我一定要让你清楚 有些人 她嘴巴上说错了 但心里并没有真正的悔过 因为从上台到现在 她没有说一句实话 让我们听到 我们听到的都是那个女人 多么地绑架她 多么狠毒地绑架她 所以一个到现在 还在对你撒谎的男人 是绝对没有办法给你 你想要的幸福生活 所以 我没有想要撒谎 没撒谎是吧 没撒谎是吧 是不是没撒谎 是 那女人是强迫你的是吧 是 我这儿有段录音啊 为你准备的 来 听听 那个在北京跟她生活在一起的 或者说那个在北京 威胁她 要挟她 让她犯错的女人 是怎么说的 我们听一下 喂 您好 请问您和小赵 现在是什么关系 我们在一起已经一年多了 她对我可好了 给我洗衣服 做饭 她就是什么骗子 我要什么她都给我买 我的包 手机 衣服 都是她给我买的 她根本就不喜欢她女朋友 说她就像矿木头一样 就是因为家里的压力 才跟她在一起的 这次就是我们闯见来了 她才跑走的 她心里喜欢的肯定还是我 她骗人 你别听她说 你不要找遍了 你骗了这女孩那么多年 女孩 你要找到那个女孩 好好地感谢她 她在北京 共同生活过的这个女孩 是这个女孩教会了你 不要再继续这场 不像女友像妈妈这样的 糊涂的恋爱 要不然你要糊涂到什么时候 女孩 我真觉得你们俩不合适 而跟她最般配的 就是电话里这女孩 你一定要成全她们 不成全她们 我跟你说 你都对不起自己 小伙子 那你就跟那女孩在一起吧 只不过有一点 如果你做到了 你可能还能算是 一瓶一纳的人 就是把那七八万块钱 还给这个女孩 否则 你一生都抬不起头来 一个二十多岁的男生 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 看上去好像很老实 头始终低着 勾楼的身躯 好像很虔诚 嘴巴里面的话语的态度 老是在承认错误 好像非常诚恳 但是那双脚结 又小的那个眼神 闪烁其词 飘来飘去的眼神 恰恰背叛了你 你眼睛转来转去 证明你在随时盘算着 如何去编下一个话 一直转来转去 手心向上的时候 就像女生要钱 舔不知识 手心向下的时候 一把把别人推到沙发上 或者扇在另外一个女人的脸上 你的父母如果看到这一期节目 他们会做何感想 你给你父母脸上真是抹黑啊 其实事到如今 你说一句真话 往往你的明天可能更光明 但是你偏要一而再 再而三的把这个事瞒下去 现场我几乎所有人 产生于人的本能 都想一口唾沫把你淹死 你想这样吗 你才二十几岁 所以你好好想想 不骗你骗谁呢姑娘 你说不骗你骗谁呢 以前我们总是为这种人所气愤 但是其实想一想 真正的愤怒点在你这种人这儿 你如果不愿意 你如果不自欺欺人 你如果不拾起自己的尊严 丢掉自己的尊严 你怎么可能让他骗到这种地步呢 你人才二十多岁 却被骗了十几年 不要哭 你的眼泪一点都不值钱 我一点都不同情你 为什么 虽然说你说得很楚楚可怜 分酒你每个细节 都觉得这女孩子真是 被欺负得体无完福 上学的时候 就拼命地省学费给她 工作了之后 还一而再再而三的 比妈妈还要妈妈的 这样的去供养她 你的脑子在哪 非要自欺欺人吗 就这么一个骗你骗了十几年 从未给过你任何温暖 而且跟别的女人在一起的 这么个男人 她也配让你陪她 到这个舞台上来吗 你来都不应该来 你看到这种人 应该转身就跑 十分厌恶 你居然还在这儿 低眉顺眼 为她流泪 我想问一下 你父母要是病了 你在床前可能都不会 哭得这么伤心吧 但你为这么个东西 你哭成这样 她不值得你流泪 人的情感很丰富 喜欢的时候是会欢笑 那是爱 痛恨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种很重的感情 那叫恨 但她不值得你恨吗 你今天千万不能出来 我告诉你 听见没有 听见了 听见了 就对 女生 她说你今天不该来 我觉得你来对了 看清这个人了吗 我希望在下面的时间里 你哪怕说一句实话都行 多累啊 我没有骗她 好吧 一起进入 柔顺拉方 黄金六十秒 宝贝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真的不是那些导师 说的那样的 人都是会成熟的 也会成长的 咱们父母 给咱们都订婚了 咱们从小一起 青梅竹马长大 我知道以前对你不好 千做万错 都是我的错 是你陪我 从青涩走到成熟的 我保证以后 会好好对你的 我是被那个女的骗了 所以我才那样的 现在我都回来了 我不喜欢的我咋 我把她打了 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用我的真心来对你 这一次 我真的会用真心来对你的 好吗 我真的不想失去你 我真的很害怕失去你 姑娘你先回去 你先回去 来 请关门 我跟你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咱知错了 没脸见人家了 就算现在爱死了 这么伤害她 也没脸见了 咱踏踏实实从这儿走 觉得说我还想挽回她 我还想那个 您就回那儿去 您来吧 请关门 请关门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请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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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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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一个地方就能挽回一段情感吗 我们的老师们是如何来帮助这一对提出了如此奇怪要求的情侣们走出困境的呢 让我们用掌声先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赵24岁来自山东服装社区 你嘉宾小赵25岁来自山东是一名销售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的到来 怎么认识的怎么就变成了男女朋友呢 我们两个认识是在一年半之前我们有一次朋友聚会 大家就相互认识了 从那之后我们就互相了解了自己的过去 还一起轻散时觉得这是一个好女孩 我们就跟她在一起了 双方都有过情感经历是吧 是的 然后都非常坦诚地向对方公开了是吗 的确是 这姑娘是什么样的情感经历 讲完之后让小伙子觉得你是个好姑娘呢 刚开始认识她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了我跟我前男友的故事 我跟我前男友是在高中的时候认识的 高中同学 对 但就是在三年前 我前男友直接跟我说 她想出国留学带我去 当时我也答应了 但是我突然就觉得 我不想离开自己的家 我觉得我跟她到外国外 我人生地不熟 就是觉得很孤单很无助 然后就想想如果我在世界里只剩了她 跟她吵架我都没出去 然后我就害怕了 我就不想去 我很小心翼翼地就是问她 我说我不去怎么办 她当时特别地恐怖 就是人的眼神特别恐怖 到现在还记得 然后她就说不去不行 不去就分手 到了她走的那一天 我去机场找她了 我想跟她说我想等她 在机场广播 然后想找她 我想见她 但她都没有出现 我当时哭得很厉害 特别特别地伤心 我就觉得我们真的完了 然后这些我都跟我现在男友都说了 你们倒真是坦诚啊 那人家姑娘这么坦白 你坦白了吗 都会跟男人 我肯定要坦白 好 我先把我自己的感情经历跟她说了 我的感情经历跟她有差不多 有相似之处 所以我们两个才会这么容易走到一起 怎么相似的呢 因为我的女朋友 前任女友也是要出国留学 但是她没有告诉我 她就自己办了出国转 然后就走了 就分手了 因为两个人这样一种关系 所以可能觉得还挺心贴心的是吧 对 当时我们聊得很投机 但是就是觉得这个人家不错 我还想赶快走出那段就是伤心史 然后就跟她成为男女朋友了 你是为了疗伤跟她成为男女朋友的 还是说你喜欢她 当时是因为疗伤 倒挺坦白的 那你跟她谈了恋爱之后 是怎么来聊你这个伤的呢 我前男友刚走的时候 也跟我联系过 他在跟我炫耀 到国外叫多少女朋友 我就跟他说我接触过多少男生 然后后来遇到了我现在的男朋友 然后我就跟我前男友多少联系 就是他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要求我把那个 我的所有的微信号 KO号 手机号都换掉 现在他越来越不可理喻了 他说要带我去南方 我怎么不可理喻了 当时刚开始我说要去南方 我不是跟你商量吗 只是我是做服装设计的 然后在北方和南方是有差距的 你想去南方 对 我想去南方 因为那边的工作 毕竟比他要好一点 那你愿意跟他去吗 我不想去 我连就是前男友 带我出国这么好的机会 我都不愿意去 我真的我不想离开我的爸妈 我不想离开我的家乡 这叫故处难离 你去了吗 没去 刚刚开始 没去不就稳定了吗 但是这次我发现 他有了新手机 在我面前的时候 从来没有打开过 所以我感觉到 这手机有问题了 然后我就偷偷拿到手机 看了一下 你还用理了 你偷偷看我手机 对 我看你手机是不对 但是我看到的内容是谁不对 看什么内容了 你跟你前男友又开始聊天了 我跟他聊天又怎么了 我跟他说了什么吗 没说什么吗 你自己说 说了什么吗 然后他又回国 然后回国找你 啥的 还有好多内容可以删掉 我可以看不到的 但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你自己发了什么 怎么看看 绿色的是女生说的话是吧 是我说的 你们在吗 最近过得怎么样 跟他最近总吵架 他要带我走 去哪儿 我就快毕业了 你想让我回去吗 女生一直在说别说了 大概从这一屏微信上面 看出来的是 你的前男友想跟你复合 我不知道这个理解 对不对 他在国外他有女朋友 对每个男人看到这个话 都会这样去晓得 但是我从头到尾 我跟他说 我根本就没说什么 我说别说了 我说我有男朋友了 那你这个不是有一段时间 已经不跟他联系了吗 怎么又联系上了呢 就是他跟我说 要去南方去工作嘛 然后当时我就不想去 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说 一直在那说 然后我就特别特别烦闷的话 然后就翻出这个 以前的那微信号来了 正好发现前男友给我发的这个信息 我才会跟他聊的 你为什么不找其他人的聊天 为什么非要找你的前男友 他跟我聊的 不是我主动找他的 对 你可以不回来 至少应该跟我说一下吧 发现了这些微信之后 你做了什么 但是我就想 我现在你就先一定要带他走 因为他在微信上看出 能看出那男的要回国 回国的话我怕 因为他们两个毕竟是感情好 而且他又是海归 然后我肯定在这各方面 你现在就是不信任我 你就是在怀疑我 我并不是没有不信任你 你就是不相信我 不相信你也是应该的 我们换位思考 你在他的微信里面 看到了他的前女友 给他发了一条微信 你最近好吗 他回的是 我最近经常跟他吵架 然后他的前女友说 马上我要回国了 我愿意跟你再在一起 他说别说了 你怎么想 其实按我来说 你怎么想 其实按我的这个想法来说 我觉得我不会在意 好了 好了 你不在意对吧 因为对我来说我相信他 好好好 接着你做了什么 我就想一定要带他去南方 深圳那边 我觉得如果我勤勉好看的话 应该能够养得起他 然后我就把他带到了那边去了 你怎么带他去的呢 你还是这样 你就是这样 把我骗到深圳去的 有一天他跟我说那个 要带我出去旅游 在深圳住几天 然后带我去香港玩 我也没有怀疑 然后我就跟他去了 去了以后 他说现在朋友这儿住几天 带我玩几天 带了几天以后 他又跟我说 他朋友的肠子里 出了一些问题 要在这儿再带上几天 我也没有怀疑 我就觉得朋友嘛 出来那肯定要帮的 然后我也没说什么 后来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就是每天出门和回门的时间 回家的时间都是相同的 然后接电话的时候也背着我 我有一次我偷听了 然后发现他在这边已经上班了 然后我就问了他 然后他也直接就承认了 承认了就是 直接就是想带我来深圳 他也没想让我回去 但是他承认了以后就跟他吵啊 后几天 然后他就直接把我锁在家里 不让我出去了 你把人锁起来了 不 也不算锁 我就是让他在家待着 那还不叫锁 我像出门我都出不去 但我怕你出去 你不就回去了 就回来了吗 就是你还真的骗我啊 就不想离开我的家 姑娘 后来你怎么逃跑的吧 你告诉我 就是有一次他就是 趁他不注意 然后我偷偷溜出来 时间就是买了票回家了 现在他又就是追回来了嘛 然后他现在又是想让我回去 然后我真的不想回去 我真的不想离开家 但是我总是觉得他不理解我 就是不想离开家人是吧 对啊 我跟我前男友 就是因为这样分手的 我真的是不想离开我的家乡 因为当时那个聊天记录 我也看出来 他男朋友前男友要回来 他回不回来跟我没关系 我都跟你保证过了 我说我跟他也不可能附和 你总是怀疑我 真的怀疑我的 我相信你不会去跟他 但是呢 他 我不能控制他 他可能去找你 姑娘 你爱这个男生吗 爱 那你就跟他去南方呗 你又那么爱他 但是我跟他爱我的爸妈 我不想离开我爸妈 我不想离开我父母 原来是这样的 你喜欢这个女孩吗 我喜欢她 你爱她吗 我爱她 你爱她什么 我就爱这个人 那就留在山东呗 但是我就怕一点 他前男友回来 他的各方面条件都比我好 你自卑 对 我是有点自卑 我就跟他说了好多遍 我说绝对绝对不会 没有联系 你刚才也看见聊天记录了 刚刚就是最近才聊的 但是你发了什么事呢 你就把我骗到山这次 你知道我的父母 我的家对我有多重要 因为我是独生女 我爸妈也离不开我 我也离不开他们 如果有一天他们走了 能离开吗 我不想说真话 不是 这是人生 必须面临的问题 但是我不想想 不想想 就是在你的生活里 其实离开了爸妈 你是没法生活的对吧 我真是不想离开我爸妈 现在你回去了是吧 对 我现在我们在一起 那今天为什么来呢 因为我们一直在吵 现在他想跟我分手 我想挽回一下 明白了 我们来看看老师们的智慧 来 一起进入 求必须问卷 我觉得有时候谈恋爱 跟买东西挺像的 我喜欢一样东西 特别喜欢 肯定钱不够 那我会攒钱去 然后把那个东西买到 当然老板也愿意卖给我 但是有一些东西 可能我攒钱 不管攒了多少钱 我都没有办法买到的 因为有可能老板不卖 也有可能那个东西 就不适合我 所以我觉得谈恋爱 真的跟买东西很像在于说 至少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或者两相情愿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们俩根本就没有办法 在很多地方达成共识 你总逼他去做 他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话 那那个恋爱就成了捆绑了 没有人想要在捆绑当中去生活 老师 但我里面也不是 每个事情都强迫 我只是说只介意了这一点 其他的我本来都是同意的 我明白你所介意的东西 可是我想讲的原则就是 如果他不想离开他的家乡 那是他的选择权 你没有办法强迫一个人要离开 你把他锁在房子里不让他走 已经犯法了 所以爱情不是一个捆绑 你可以坚持你的要求 但是你没有办法捆绑一个人 同样对于女孩来讲也是一样的 我如果喜欢一个人 我不会因为我喜欢他 而我要求他所有的事情 都要符合我的想法 我觉得你要的并不是真的跟他在一起 可能你更加需要的是跟爸妈在一起 而另外一个人只是一个配合品而已 现在有很多姑娘 可能二十五六岁二十七八岁了 但是她们永远像一个小姑娘一样 现在自己的家里面 脱离的父母她们没有办法生活 所以我在想你要不要真的 先把你的思想变得独立一点 因为我也是独生女 然后我也不想离得她们很远 离得她们近一些 她们就算生了生了变什么 我也可以快速地到她们身边照顾她们 姑娘你极度地对爱情感情方面 是缺乏信心的 从你上一个男朋友跟你之间的故事 就说明 因为你说得非常清楚 我跟你出国 我连吵架我都不敢 我相信一个真正地爱对方的人 第一意识一定不会是这个 所以你真正不敢离开你母亲 或者跟着你男朋友走的原因 心结在这儿 第二 你根本不足够爱她 你根本不足够信任说她会给你幸福 所以你分不清楚你前男友和现男友 到底谁能给你幸福 以至于你会跟你的前男友 还要诉说你现在的种种的不快 种种的矛盾 现在不是前男友不前男友的问题 所以你所有的这些表现 我现在只跟前男友已经没有任何联系 我跟他说 我不会再跟我前男友联系了 来来来来来来 但是他还是还在说话 直接说结论吧 其实你男朋友现在种种作为 都是因为你给他造成了不安全感 再加上他自己的性格又极度的自私 所以一定要你走 而男孩你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以为地理上的距离就能躲开心理上的距离 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你把他带走 他明明是不想走 明明是不够爱你 明明是对你的爱的信心根本就不足 你还要回去转走 那只能你们俩这是一个无解的答案 因为你根本就不懂他 而且你根本就不够爱 我爱他 但是我更爱我的父母 你这种逻辑肯定是有问题的 照你的这种逻辑推理就说 如果我们跟我们相爱的人能走到一起 前提就是因为我们爱他 超过了爱我们的父母吗 这两种爱是可以并存的 你们俩一个人呢 看似表面上跟前男友 已经完全撇清关系了 但三不五时的还会有一些聊天记录 而另外一方呢 是因为前女友偷偷地出国把你抛下 看似好像是已经理清了那一段情感 其实你内心一直生活在 被他抛下的阴影当中 你们一个带着前男友的阴影 一个带着前女友的阴影 就这样默契地走到了一起 但你们谁也没有处理好 各自的前面的情感 然后就开始荒唐地 进入了后面这一段情感 我觉得你们俩如果想要好好地调整在一起 先各自把各自的前男友和前女友留下的阴影 留下的聊天记录都痛快地清理干净吧 爱情真的是简单美好的 我觉得你们爱得太复杂太累 也太辛苦了 过去的 过去了 这叫过去 过去的 过不去 那就是毁灭 面对过去的情感 一般来说 会有四种人 第一种 称之为最高境界 承认所有的过去都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坦然地面对它 不回避它 从过去当中 找到将来生活的方式 但绝不让它影响当下的生活 第二种 永远沉浸在过去 把过去当饭吃 永远走不出来 这种人很悲哀 但是不失为痴情 第三种 跟过去老死不相往来 断得干干净净 这种人天真的认为 断得过去所有的联系方式 该扔得扔 该烧得烧 他就可以和过去 画得一干二净 但其实这是一种愚蠢 这无疑是在强化自己对于过去的回忆 但是这种人虽然愚蠢 却不失为有一种 道义上的善良和负责任 和一种正确的态度 他想断 但断不了 他的方式是错误的 接下来还有第四种人 他把过去当一本书放哪儿 现在的日子过得好呢 过去那本书就让他永远尘封在那儿 他现在要是过得不好呢 就把过去那本书吹吹灰拿出来翻一翻 你看还是过去的好 然后再两相对比一下 还要以过去的标准来谴责现在 并且还有美名其约的找借口 谁让我翻那本书了 我没想翻 说你对我不好 我才翻那本书的 你要是对我好 我能回忆过去吗 他还要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这样的人是最害人的 如果说第三种人 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碰到了第一种 大概他们的爱情还可以继续下去 因为至少有一个人可以客观地看待过去 但如果第三种人碰到第四种人 那就无疑都是灾难 我想对第三种人说 你不要天真的认为和过去一干二净的方式 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抹灭 那样的话你更加强化了你和过去之间的感受 导致你走不出来 真正的要面对过去 重新地面对未来 是一定要客观存在 认为这个人在我生活当中出现过 我爱过 不管他当初抛击过我 爱过我 他都曾经是一段美好的过去 过去的就是过去了 再也回不来 这样的话你才可能有一个崭新的未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柔顺拉方 黄金60秒 其实我挺爱你的 我只是想希望你跟我走去一个 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开门 我们还是祝他们能够放下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 找到他们自己的幸福吧 在这里要感谢思布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思布天使之妹对本节目的冠名播出 接下来进入到老图有话说 天天天的用户提问图老师 他说 我和男朋友是相亲认识的 最近我们都考虑结婚了 他决定在杭州买房 他父母拿出一百万 可是那房子要两百多万 我们都决定婚后一起承担房贷 我家里也准备出装修费用 可是男方父母不愿意 房产证上加我的名字 是我的要求过分 同样的问题问问你自己的父母 如果你的父母出一百万买这个房子 让你们俩按揭 你父母是否愿意写上对方的名字 任何问题双方互相体谅地去看 但最关键是你男朋友的态度 我们的节目是由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四部天使之妹冠名播出的 感谢休闲旅游领导者 图牛旅游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网提醒您 节目直播期间 打开图牛APP摇一摇 摇出百元红包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别赞助 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